要说世界上最爱搞事的国家 那么非美国莫属 为了巩固世界霸主地位 谋夺政治、军事、经济利益 他是一刻也不消停 每天都在全球搅风搅雨 对于那些能够威胁到他地位的国家 他是做眼中钉、肉中刺 动辄上纲上线 没有借口也要不择手段创造借口 这一招他已使得炉火纯青 而中国这个他眼中的对手 也因此而屡屡被栽赃 既在吉普提炒作激光照射事件后 他又把激光照射事件搬到了中国东海 美国大众机械网站20日报道称 美军频频遭受中国激光器攻击 即今年5月初炒作美军飞行员 在中国驻吉普提基地附近 遭激光武器照射后 这次又炒作美军飞行员 在中国东海附近也遭受了 来自中国的激光器攻击 中国国防部消息人士称 该报道中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 纯属捏造 该网站极尽想象力的编故事 称发生在中国东海的激光器照射事件 有20多起 而且都是中国渔民用非致命激光 进行攻击的 他无端一扯这些渔民 经过了军事化训练 并且得到政府补贴 由于渔民无法分辨民用和美国军机 文章中还误称有雷达操纵人员的指示 这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军方 美国这匹满肚子坏水的大灰狼 在这个时候扮起了小白兔装无辜 实际上美国才是世界上最早 也是使用最多激光武器的国家 早在2012年 美国国防部就和一家专为美国客户提供 国防安全相关软硬件的企业签订了 生产激光炫木器产品线的协议 现在它最常使用的激光炫木器 其警告距离夜间4公里 骤间1.5公里 4月28日 美军方发布了一份对飞行员警告 警告他们驻已在吉布提附近激光照射事件 而这个地点 距离中国驻吉布提后勤保障基地仅仅750米 5月4日 美军五角大楼发言人达纳怀特称 美国飞行员在吉布提被激光武器致伤 而始作俑者则是中国军方 美国始终秉持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 他从来不认为错在自己 也不会检讨反思自己 他错得再离谱也有理 不管美军飞行员有没有被激光照射受伤 或者激光照射事件是否存在 不可否认的是 美军飞机已经对中国基地产生了严重威胁 中国发起反击理所应当 美军在吃了一个暗亏后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以同样的理由炒作中国激光武器 目的还是给自己找回面子 同样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他编造中国激光照射事件 以及污蔑中国渔民在军方雷达的指示下 照射美军飞机 一方面是要制造中国全民皆兵 给周边国家带来威胁的舆论 另一方面是给自己增加军费找借口 美国为炒作中国威胁论所编的故事 已经数不胜数 中国不在乎再多一个 我们就静静地做个吃瓜群众 欣赏美国的剥裂表演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